我想为我儿子看看 他是1996年叔叔的 看看他身上有无灵性 他现在不爱学习 不听话 晚上就是睡不着觉 我已经给他念了 600多张小房子了 现在又许愿200张 请师父开示 如何帮他做功课 如何帮助他改变 几几年的了 说什么 96年叔叔的 他又不是在家里玩 又不是在家里老师 他在家里打电脑啊 对 整天打电脑 对 一点也没错 这孩子的胃不好 对 我告诉你 你现在呢 给他念的小房子 第一质量有点问题 我看你念了600张小房子 他最多拿到300张 知道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让他晚上睡觉之前 你不管他玩不玩电脑 你冲着他 请关心不下慈悲 让我儿子某某某 你就念 念什么呢 让他孩子魂魄归身 他有点魂魄不齐 这孩子根本不听你的话 现在 对 那他现在在住校 在学校里 我在家里 这样 请菩萨说 有用吗 可以 可以 好的 这个问题太傻了 你想想看 你请菩萨去 给他加持 让他能够开悟 那 很容易的 菩萨只要给他加持 他马上就会好起来 好吗 请问师傅 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有啊 有几个 两个 一个是小孩 还有一个中年人 他有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 舅舅啊 叔叔啊 过世的有吗 我爸过世了 你爸爸是吧 嗯 他是49岁的时候走的 我看看啊 我讲给你听什么样子啊 好吗 看看是不是你爸爸 那 眼睛下面有两个眼袋 眼睛蛮大 但是有点肉 肉肿的一样子 头发 往后梳的 短 短头发 往后梳 那可能是我老公家族里的 我不熟悉的长辈 嗯 是这么一个人 脖子很短 个子不高 这个长辈 我没见过 不是我们家族的 嗯 你现在给他 给他念念经吧 好吗 他现在就是 师父 他现在不信 有没有 你们家里 有没有出事的 就是 呃 家族当中 有没有出车祸死掉的 出车祸死的 倒没有 没听说过 撞了一下之后 回到医院里走掉的 这个人是这么死掉的 嗯 你回去问问看吧 好吗 好的 请师父 开始下 我给孩子 怎么做功课 你给他小房子要 至少要一千张 明白了 然后呢 给自己的孩子 每天念礼佛 念三遍 大悲咒心经都要念 好吗 大悲咒心经 七遍够吗 现在在做圈导声闻 不够 大悲咒至少要念十三遍 心经至少要念二十一遍 好吗 谢谢师父 嗯 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 嗯 嗯 好